大家好,我是Wayman K.H. Chang 現在時間是17點31分 現在看看夜期的價位 恆指夜期11月25651跌了68點 國指11月11478下跌30點 人民幣12月期貨6.6313下跌5.0.0005 台灣指數11月514.8下跌1點 外圍期指小標譜12月3474.5下跌30.3 小道指12月28084下跌213點 紐約期金12月1945.3下跌1.5 紐約期銀12月25.315下跌0.124 紐約原油12月38.11下跌0.68下跌1.75% 今天 央行中國的有些話說 金融監管部門重磅發聲 把所有金融活動 立入統一監管 按照金融科技的金屬屬性 把所有的金融活動 立入統一監管 下跌1.2的貨幣政策 會否調整 金融系統 讓利實體進展如何 第三支柱的養老保障的建設進展情況如何 影子銀行和金融科技相關的風險如何防範 在11月6日舉行的國務院政策禮行吹風會上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梁濤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施司長孫國豐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律師劉福壽 就上述問題一一解答 劉國強表示 從實體經濟的三大需求 供給金融角度判斷 經濟都是比較強勁的 動力較足 面對這種情況 我們也要考慮下一步的政策 總體上 當然繼續保持鬆緊式度 當然政策調整 要基於 對經濟狀況的總括評估 不能闖速 不能弱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果 要把實體經濟服務好 另外 也不能出現政策懸崖 政策突然中斷的可能 會讓很多方面適應不了 調整政策要評估和考慮這些因素 下一階段 人民銀行將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更加靈活式度 精準度向 構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繼續強化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支持 貨幣政策將及時調整力度 節奏和重點 孫國峰最後表示 今年以來 企業貸款利率明顯下降 實體經濟貸款需求旺盛 中小微企業 民營企業信貸需求也十分強勁 票據融資只是中小微企業 民營企業融資的一個渠道 不能僅以票據融資的多少判斷中小微企業 判斷中小微企業 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 還是要向這些企業貸款增長 以及實體經濟貸款增長的整體情況 文章都幾長的 我放在Facebook 大家可以慢慢看看 那花旗國 即是指美國 聯邦儲備局 意識結果一而預期 維持利率不變 總統大選點票 也去到最後階段 反映拜登有很大機會當選 但美股三大次數齊升 香港余光經歷昨天 急漲超過八百點後 今日走勢反覆 今早高開五十四點 報二五七五零點 升幅很大很快 擴大至到一百點 見二五七九九 再創餘兩個月的新高 小米走高阿里巴巴 回吐之下 科資再可是 аниты 七零零和三百八 便隨便遠 大時最終收報 二五七一二 升十七點 主板成交跌近七百 回落到一千六百 四十五點五五十六十八 微升18點 科子早市再破頂 最高見8229 但之後走勢弱回 收跌29點到8152點 吉利汽車175公佈 10月份總消量是14萬026部 按年增長約8% 合較9月增長約11% 在10月總消量中 5826部是新能源和電氣化汽車 期內出口量按年增長超過2倍 至10531部 於中國市場總消量是129495部 按年增長約2% 集團今年首六十個月 總消量是1015498部 按年減少約7% 便達至2020年全年經收定銷售目標 132萬部的77% 今天每日一股是3908中金 買入價定在18.45元 上網22元 如果跌破17.4元 考慮止說 今天市況差不多 多謝各位 各位祝好運 旅行 最新的燈